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这个经文我明天讲 我现在讲请看幻灯片 看向西天取军的玄庄大师 大家知道中国唐朝很了不起的玄庄大师 欢迎大家Welcome to Taiwan 玄庄大师他的设立子在台湾 在南投日月坛的玄光寺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由日本送给中华民国真正玄庄大师的头骨设立 我亲自顶礼过 非常庄严 所以来台湾不要只是到101 Shopping Shopping or Shopping 台湾有很多佛教多元文化 可以值得你参访 希望不要忘记应该去玄庄大师在南投 南投日月坛的玄光寺 你可以记下来可以上网查 所以伟大的玄庄大师呢 是菩萨再来的 接下来我也曾经有姻缘 我知道新加坡海印古寺 今年为了庆祝八十年周庆 也有祖团到东印度 菩提家爷 非常非常好 请主办单位不要忘记 文身 请写下来 要早一天租车子 往这个临旧山 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地方 早上去 七点多就出发 六七点出发 两三个小时会到 然后到临旧山 中午吃完饭 下午到纳烂陀大学 玄庄大师在唐朝的时候 来这里求学过 当时的出家众有四五万人 我亲自到过纳烂陀大学 当然现在纳烂陀大学 是有Naranda Foundation 所以它是非常漂亮的 请看下面 所以在大乘 在第八世纪到第十世纪之间 玄庄大师曾经到这边来求学过 所以当时大乘佛法 金刚乘 南传 北传 藏传 都非常的兴盛 所以你看 我跟我一些朋友 出家中跟在家中 一起租车去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当时深重的疗房 当然因为无常的关系 历史的因素 这些东西都摧毁了 可是它的遗迹都还在 接下来这很重要的 看中间 这个是纳烂陀大学中间的大殿 中间那个楼梯上去就是大殿 有一个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塔 现在已经毁掉了 那旁边呢 有四个这个舍利塔 所以四个加中间一个就变五个 代表五方佛 那你现场的时候 它有解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挑五六张 比较代表的照片 将来这些照片我会上网 你不要紧张 现在科技很方便 不要弄得心红枝呢 心脏不太好 我每次来新加坡的时候 血压都会增加 开玩笑的 接下来你看 这个大殿的旁边都有舍利塔 所以可见供舍利塔或礼拜呢 从古来的印度都很重要的 传说这个舍利塔当中 还有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塔 当然以文化古迹来讲 你现在是看不到 那很特别的 当时我去的时候时间很赶 早上去灵鳩山 下午去纳兰陀大学 所以纳兰陀大学 一进去的右手边 有一个 Naranda Museum 我没有进去 假如各位人又要去的话 希望你不要太匆忙 千里迢迢去了 对不对 你要想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不错不错 各位很聪明 不过你发愿的话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你看 第六张照片 你看 古来他们要做功德 就有很多的舍利塔 舍利塔的功德 在去年双灵寺 我亲自有讲过 舍利塔的功德 跟绕塔的功德 所以塔是一个佛的象征 它有很大的功德 最后我跟我的朋友 就在这个纳兰陀的前面 拍了一张团体照 事实上我们是几个人去 因为我们只是叫一部车而已 有阿妮 也有大乘的法师 也有他的家人 所以我们那天呢 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所以这是纳烂陀 然后呢 现在我要讲故事 注意听 玄庄大师呢 当时到了纳烂陀寺的时候 注意听 玄庄大师虽然学维士 他也拜弥勒菩萨 但是他主修观世音菩萨 词跟悲 这两个都很重要 所以他修 弥勒菩萨法门 经论他研读 但是他修持啊 他是拜观世音菩萨 而且他念般若心经 他到了这个纳烂陀寺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 请看 出体大乘的莲花守观音 这尊佛像事实上是在菩提加野 但我放在这里是告诉你 当时的莲花守观音呢 有一尊很高很高的雕像 结果玄庄大师看到了 非常非常高兴 他在前面发愿 现在呢 依这个莲花守观音 日本呢 日本造型的初起大称 请看莲花守观音 这尊是我自己供的 我放在我书桌前面 我有很多很多的宝 对 这尊是我亲自供的 铜镀金的 是日本人做的 就是按照初起大称的 莲花守观音 非常非常的庄严 一般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都是拿阳之尽水 那是呢 白衣大师那是中国 可是在初起大称的莲花守观音呢 他是具有大丈夫像 是男生 他画的不是女生 所以敦煌壁画里面有 观世音菩萨有胡子 事实上 观世音菩萨他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不过你不要黏得那么快 不男与不女 这样很难听 这不太恭敬 他没有男重像 也没有女重像 所以观世音菩萨 可以千百亿化身 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见合身而未说法 好 看这张莲花守观音 注意听 玄庄大师到了纳烂陀寺的 就看到一尊非常感应的石雕 莲花守观音 他就拿着花卖 印度人很喜欢花 在新加坡小印度 你们也有卖花 台湾比较不流行 我去印度的时候 他们每天一早上要去采鲜花 用真根线把它串起来 鲜花共佛 花蔓 所以玄庄大师就很真诚的 买了三朵花蔓 对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发愿说 我千里迢迢从大唐 他是用走的 丝绸之路到现在 请问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会不会活着回中国呀 我希望能够利益众生 我不知道有这么长寿吗 假如我会活着回中国的话 希望我发愿我现在的花丢 能够落在你的手上 因为莲花手观音它有手嘛 石雕知道吗 他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然后他就发愿 一丢啊 第一朵花蔓 真就留在观世音菩萨的手上 表示他真的会回中国 他非常高兴 第二个他就说 尊贵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印度的经典非常多 传到中国来 很多人翻译都不一样 听说有一个辩论叫一禅题 一禅题就是完全没有善根 非常非常非常坏的人 请问一禅题 他是不是也有佛性会成佛呢 因为我来西天起经嘛 我还没看到经典 这个问题我有点疑问 可是啊我心中我觉得 再坏的人啊 他都有佛性 观世音菩萨希望你给我加持 假如一禅题也有佛性的话 希望我第二朵花蔓 供养你的时候 可以画在你的脖子上 他就这样子 就好像你对佛菩萨讲话 他就很专心的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 完以后他就把画一丢 真正花蔓就套在 观世音菩萨的脖子上 不相信你们下次试试看 夜市里面不是有丢那个吗 圆圈的 糟糕 丢歪了 这不容易 这是他透过发愿 结果第二朵花真正呢 就套在观世音菩萨的脖子上 也没有掉下来 有人呢 观世音菩萨打电话来了 check一下你的手机 官微震动 然后呢 第三个 他呢 因为玄庄大师 从西天起君 他弘扬一切的教法 可是呢 他所有一切的诸佛菩萨里面 他跟一个人最有缘 弥勒菩萨 所以他也知道自己会老 从传记里面 玄庄大师只活到63岁 老实说并不长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生啊 这样子千辛万苦的 不管你孙悟空故事是真的假的 事实上他是一个人 到经过了丝绸之路 戈壁大沙漠 有空各位去看大唐西域记 他走到印度 他一生啊 用尽他的身心体力 事实上 他是大菩萨 但是他的身体是不太好的 所以他就问 他也在乎说 万一我现在断气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 他就问说 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一心一意想要求生 见弥勒菩萨 希望我来生 能够上身 兜率内院 可是我不知道 我的功德力啊 够不够 假如我回到中国 讲经弘法 易经 若我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希望会生到弥勒净土 请问我会满我的愿吗 假如我的愿呢 真的圆满 希望我第三朵花罐 供养你的时候 能够套在你的头顶上 最为庄严的宝怪 这时候他就很虔诚的 一直念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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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一丢啊 真的就放在观世音菩萨头顶 而且观音菩萨的佛像 开始放光了 这就是伟大的玄庄大师 我讲这个故事 有三个重点 一 他愿心会回到中国 所以中国现在 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 是他翻译的 第二 他呢 当人与人之间辩论 一禅题有没有佛性呢 也就是不管他什么种族 什么根性 再怎么换 一切众生都要有佛性 表示你不可以放弃众生 第三个 他自己一生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回向给众生以后 也希望呢 求生佛菩萨的净土 所以十方都有无量的净土 所以求生净土是对的 玄庄大师亲自就视线给你看 所以现在玄庄大师在哪里呢 在兜率内院 所以我相信他老人家应该听到我讲他的故事了吧 所以求生净土是对的 有些人说 哎呀 我们就在人间行菩萨道 不要求生净土 乍听之下有点对 我觉得有点可惜 你到了净土 学到PhD以后 你可以千把亿化身再回来度众生 有什么不可以呢 玄庄大师的大菩萨都要求生净土 那请问你的修持会比他好吗 这个问题要想一想 但听好 我这样讲并不代表否定人间佛教 没有 而是说真正凡夫在无有穷尽的轮回礼仪 应该发愿到净佛国土 去清净佛或菩萨 不管你是要上身 东方要是净土 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乃至于要上弥勒都帅内院 弥勒菩萨 或是呢 你要到法华会上的这个法华净土 都好 你应该发愿去净佛国土 很多人都以为我只念阿弥陀佛 其实我也供文殊菩萨 我也供弥勒菩萨 尤其当你读瑜伽式地论的时候 或是大制度论的时候 你要知道文殊啊 或是弥勒菩萨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 但是所有的功德呢 对不起 我还是跟阿弥陀佛比较有缘 我还是去西方节的世界 将来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坐着莲花去看你们的 好 今天这是讲 玄庄大师为了利益众生 不为自己 所以我们学大乘佛法 应该学玄庄大师 这种从善巧方面波罗蜜 而生起的广大菩提心 不是自身只是为自己 健康啊 长寿啊 消灾免难 你要想一想 你为佛教 为众生 为正法 曾经做过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 做一个总结 好 现在请翻开讲义 第四十二页 我们唱乐障吉祥经 好 我很欢喜 能够在海音古寺 每次讲经 都能够呢 因中古其名 而念释迦摩尼佛的佛号 也 最后呢 我们讲经呢 每一天 有八天嘛 奇数天 我们会念 中科巴大师的 菩提道次第发愿文 因为中科巴大师 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然后二四六呢 会唱乐障经吉祥发愿文 请合掌 把心定下来 不要急 为自己 跟为一切的众生 好好的发 释迦摩尼佛的音地大愿 我心生不幸 主众生不舍计 此生乐领发救之恩 我心生不舍计 我心为不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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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愿意不舍计 我心为不舍计 我心为不舍计 穆朱师长 灵八九指然 维闻菩提古 无量哈森吉 悲首重重骨 灵八九指然 我修节律 长夜长清醒 十方佛为真 灵八九指然 我修常忍入 主儿众生 为众出烦恼 明八九指然 我心静静 健康 长不大 独多 和诸众生 领发旧之然 我心静静 长不大 独多 和诸众生 领发旧之然 我心为伯人 主在余千里 言说 无量 伦灵 发旧之然 我心 长不大 独多 我心静静 长不大 独多 和诸众生 领发旧之然 我心静静 长不大 独多 我心静静 长不大 我心静静 长不大 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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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借天荒 盼之与真路 似中的供养 好 打扰一分钟 这个《岳藏经》吉祥发愿文很好 你如果朝圣的时候也可以唱 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发愿 没有时间的话用念的也很重要 但是在唱跟念的时候应该生起如是的观想 想想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阴地里无量无边受过无量的苦 修六度波罗蜜 十度波罗蜜 乃是于我们后面会讲的四色法 若没有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我们说佛的世界的众生 是听不到佛法的 所以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 都应该感恩释迦摩尼佛 第二个 也希望若有因缘去朝圣的时候 除了去贤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不要忘了去佛讲法华经 跟波罗经的灵鹫山 以及不要忘了去纳烂陀寺 好 时间晚了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谢谢各位 明天见 多余淫菩萨 阿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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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菩萨 阿菩萨 kon余淫菩萨 阿菩萨 三世已知는지之志 我依信音生�余淫菩萨 一片的静默音 他见恒远回神灵 不全于见度来见 爱神不见杀神神 愿一片的沙身佛 爱与神众生死佛 故事菩萨专回宗 不经化皆神以老人 神信主佛皆宗满 该于血应从海 不处尽妙原始 精于未来一切 战火神神功的海 以至最宗妙华般 至月土相既散开 如是最宗庄远去 我已共养自如来 最深以乎最宗庄 我已共养自如来 我已共养自如来 国之 Why of God 国之神神星 一切善事我 心意不见恨愿地 普遍公养术祖祖代 我既所照诸而言 皆留思叹真知 众生与意识所受 理解我境界惨愿 使妄语学出众生 而生有学及无学 爱业如乃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心 使方所有自信动 最殊散旧菩提侦 而经一切结缘情 传与五三妙法律 使方如意识的伴 诺欺赐自身套现现 爱言求自杀身 见地来一切自众生 少有旅转供养护 请我祖师转华乐 使方如意识地来一切全 sehe 使方如意识所受 理解我继续 issy至先坚 使方如意识所受 理解我zarat 余相红义识 生共得 世向佛为族 使方如意识所受 理解我 持到善愿力 使方如意识所受 理解我 性谌尊 其生费 日是无量功德海 国尽皆细境飞向 早有种人生苟语 见脱谈放火花灯 日是一切自业障 喜皆消灭尽如意 连连自走与我皆 光渡众生皆不退 乃至其口是皆情 众生皆烦恼情 若是世幻幻不便 愿情为相亦如是 南无大恒不见菩萨 南无大恒不见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耶 多大恒多耶 多地耶 阿弥陀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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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陀佛祭 明如止之 诱度嘉比ến 哈佛 南无阿弥陀佛耶 多大恒多耶 多地耶 阿由米兜道over 阿谘ACK淡坡 阿民兜道毕加兰 阿美兜道毕加兰 显米尼全世界 增思信仪吶谶SAPA 南无阿弥陀佛耶 多大切多耶 多地耶 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沉 helmets 阿弥陀佛伊术 阿弥陀佛伊勒塞 阿弥陀佛伊勒达南德西民里 这些天哪自得家里 沙河 请和长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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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大家晚安 今天会讲 发愿与点灯 请翻开六十三页 复录寺 尊贵的阿提侠尊者讲的点灯奇愿文 今天我会教大家唱 这个发愿点灯奇愿文是很重要的 好 那现在请翻回绿色的这一本 请翻开到五十二页 五十二页 五十二页 第五行 请看五四 方便波罗蜜 与觉性相应 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讲玄庄大师 请看幻灯片 玄庄大师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大乘菩萨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台湾也有玄庄大学 也有玄庄大师的设例子 昨天讲了玄庄大师去西天取经到纳烂陀寺的时候 看到尊贵的莲花守观音 他用三朵花曼共佛 然后对观世音菩萨发愿 一他今生是否会回到中国 利益众生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花落在手上 第二很多的经论在辩论 一禅题是不是有佛性 一禅题现在的话来讲就是 这个人已经到没有救了 坏到已经没有救了 那他还可不可以成佛呢 答案是可以的 所以花落在脖子上 第三尊贵的玄庄大师 他是发愿求生弥勒净土 最后也满他的愿 他的花是落在头顶的宝冠上 而且莲花守观音呢 正是头顶放光 所以请看几一 五十二页第六行 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与觉性相应分歧 第一个重要的科判是 为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请做一个记号 你今天做一个佛教徒 什么叫做大乘佛教 就是你希望 但愿众生得利苦 不畏自身求安乐 这个听起来是很难的 没错 我们世间都有一句话 人不畏己天诸地媚 其实这句话不太对 可是我们常常从小到大 我们所受的这些教育 所知道的资讯 都是一些报章杂志看来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很想精进修行的话 少看电视吧 现在的电视东西 都是乱七八糟的多 你看了呢 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多 第二次讲座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 公开呼吁佛弟子 不要看鬼电影 因为看久了 你就会变鬼 一切唯心造 那你说要精进精进 你每天都有这么多的时间 看鬼电影看电视 为什么不来看佛经呢 看诵经呢 看好的佛教的电视节目呢 所以精进在你的心 那作为大乘的佛弟子 要宣学着为别人多 可是这个很难 因为我们从小活下来呢 在班上里面啊 像新加坡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就是考试 考试呢 怎么叫做好跟不好呢 比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当小朋友 其实是很痛苦的 各位大朋友 我要逼他们小朋友说说话 因为我也当过小朋友 我也当过小学老师 很不幸的我也听到说 新加坡有些爸爸妈妈 竟然教小朋友呢 对自己的同学要骗他 你才能赢他 答案是不对的 这是错误的观念 当然好跟不好是比出来的 什么叫做好 不见得考一百分都很好啊 也不见得考六十分就不好 为什么 你都从来不会问 小朋友这次考的题目深不深啊 对不对 这次题目考的非常非常深啊 所以呢 最高分是六十分 他已经是第一名了 你还打他骂他 这是不公平的 英文讲 It's unfair 这一次呢 嘿 全班呢 四十个人里面有三十人都考一百分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好跟不好是比较出来的 所以我们从小 不单是新加坡的联友 全世界的联友 我们生活在轮回里的众生 就是什么 台湾讲一句话 爱拼够的牙 对不对 就是要拼才会赢嘛 问题是 你要拼得合理 拼得如法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从小读书 全班第一名 可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 得失心很重的 对不对 我的老师是给我 不管人而坑 九十分 八十九分我就被打一下 我很恨我的老师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他都不会问我 我这次是不是努力了 所以不要被表面的成绩 表面的东西而迷惑 爸爸妈妈也不要去比 人比人气死人 可怜的是你的孩子 但是你要问他 这一次你真的努力了吗 就算这次错了 你有没有学到什么 教验跟经验跟教训 这是从教育的眼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都训练到 人要很自私 我们要往上爬 有些人很努力 可是有些人是不努力 是踩着别人的脚跟头顶 他开始往上爬 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大家都会轮回 越来越自私 越来越计较 越来越我执很重 那佛法要破除你 与决心相依 第一个告诉你 不要为自己 要为一切众生 你会很难接受 你说这个是佛祖 大概脑筋坏掉了 现在不为自己你怎么生存 错你看到的只是现在 可是呢 假如你有佛的智慧 看到过去 现在跟未来 我讲这一段话 不是说叫小孩子 不要努力 而是你要问他 他内心里是真正努力过吗 你不要有外在的分数 成绩 第几名 那个都会变的 错了就错了嘛 我可以告诉你 永远都是第一名的小孩子 是温世中的花朵 最不能够经得起挑战的 我们世间化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跌倒了 有勇气爬起来 将来他实在是个伟人啊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我师父摸我什么 自私心 得私心 计较心 讲个我丑陋的例子给你 我在寺庙的时候 我也分工作 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 然后呢 我很认真哦 我师父对我很好 给我一个办公室 晚上洗灯的时候 我可以开灯 因为我有很多工作做不完 我们的道场要出版 要流通法宝 我要教队 结果呢 礼拜六礼拜天要共修 对不对 大家在打扫 那我当然做我的工作 结果我的师父就叫我 星虎 你怎么不去扫地 我顶了他一句 那不是我的工作呀 他骂了我 你就是这样 人向我向众生向 受者向 事向都具足 所以你就这么固执 所以你会轮回 哇 我就想 师父我做我的事没错 我做得好 你又骂我 做得不好 你又骂我 那到底要怎么样 他说 我将力局局还不高兴 快点去扫地 我就心不甘去扫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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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扫地 其实我内心是不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工作 可是呢 后来呢 我才知道是我不对 为什么 就是我没有福报 所以我师父要叫我修福报 我们出家 就是要经得起磨练嘛 你不是说要修福修慧吗 你嘴巴讲了 可是现在有工作在你面前 你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连有连有之间 你看啊 做义工的时候 常常会这样 大家都知道 要发心发心啊 对不对 时间到了 欸这个不是我的 那个跟我没关系 这个是他错 这个我不知道 你就是这样轮回的 你的我很强 而不论在家出家 他就是要磨练你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我磨 磨到什么呢 我自己的工作还是很认真做 我常常做到半夜 然后呢 我做完以后 我还主动问师兄弟 你要不要我帮忙 他要我帮忙 我就去帮忙 他不要我帮忙 那没关系 后来我发现 我的心也开始转变了 我的师兄弟也觉得 哎呀 这个辛红诗哦 更来 比以前更慈悲了 这个你才叫做进步 进步不单单只是在比较 我念多少经 我念多少佛号 你的心有没有转化而调柔 第一个念念要为众生 这是你要努力的地方 什么叫做菩萨界 什么叫做大乘菩萨 为什么我们送华严经 法华经 大乘的经典 当你在送的时候 天龙八部都会护持你 因为你发广大的菩提心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不太可能 一下子完全你不考虑到我 一般有些人是这样 先考虑自己 然后呢 哎 我有个面包 我请问 假如现在有一个面包 有两个人 你跟别人 大家都很饿 请问 你会给谁吃 一般人都说 管他的 我藏起来先咬几口再说 我都不能活 我怎么救众生呢 对不对 你看我都有很大的借口 第二个 比较好的有善根 会想 面包我可不可以分开来 我剥一半 我自己吃 我也剥一半 帮助众生 可是很不幸 当你剥一半的时候 不但对方来了 来的人更多更多更多 那怎么办 你会先给别人呢 还是先给自己 可是真正有菩提心的菩萨摩河沙 他是真的自己可以挨饿 先把面包给一切的众生 这个就是他的功德 这是他讲 Have the opening of the mind 有广大的心量 这个要慢慢学 并不是说我今天讲完经 你明天就做得到 但是你要慢慢学 对不对 你要想 我发愿要度一切的众生 我们在大乘菩萨道 你做过三规五戒 或者呢 你在归一的时候 师父也在引导你 在佛前发四红是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你在佛堂的时候念得很庄严 旁边的脸有说 对不起天气太热 有没有给我一杯水 我很忙啦 我在上京啦 你自己拿嘴啦 我没赢啦 其实你那一念心啊 你就没有在帮助众生 当然并不是说你一定要 不要念经 我没有这么说 你还是要念 可是现在的众生就在你面前嘛 那万一他晕倒了呢 万一他中暑了呢 万一他中暑了呢 请问你是要先送他去医院呢 还是继续念你的经呢 当然要先送他去医院嘛 你送在他医院 你只要你心中 也可以一天要外面 然后念观世音菩萨 不是执着做坐在那边 咕咕咕咕咕咕 我才救他 等你咕完了 他也死掉了 因为他需要你帮忙 你没有帮上他 所以讲菩萨 讲菩提心是不太容易的 常常我们有时候是放弃了众生 这点要常常反省自己 你要先学着 比如说假如我用十来做比喻 刚开始你都是为九多自己 甚至十分都是为自己 为众生只有零分 慢慢学着什么呢 九分为自己 一分为众生 但是假如你真正修行很好 什么叫做修持有进步 哎呀这个人修得非常好 因为修到最后 他六分都为众生 四分才为自己 真正假如你正到金刚经讲 无人像我像众生像 受者像的出地欢喜地菩萨的话 他是完全都为众生 他没有自己的想法的 那你会说哎呀那我不是很吃亏呢 答案错了 你为所有的众生 你会得到最大的功德 举一个例子 看我的手 左手跟右手 假如现在左手不小心被刀子割了 那右手帮助他 擦药 还有吗 帮他打 OK棒 帮他包扎 请问 右手要不要跟左手说 哈喽 你要给我医药费啊 要不要 各位回答一下 又睡着了 最近我刺激你们太多了是吗 不敢说话 点点的 看师傅 还有些人这样回答之前 先看左右两边 没有怕 你可以说 说错了也没关系 说错了 错中学嘛 你右手帮助左手 请问你的右手 会不会跟他要医药费 不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左手跟右手 是来自同一个 对 可是我们凡夫 往往就看不到 左手 右手 你的 我的 他的 别人的 甚至我们觉得 人家考数学 比我好的话 我一定输 不一定 他考好的话 你聪明的话 你会比他更好 所以帮助别人 不一定吃亏 这是菩萨道要做的 帮助别人 你才真正帮助自己 世俗人常常讲 哎呀我要是做生意 我帮他拉生意信徒来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吃亏 这是没有学佛人的想法 可是真正学佛人 未存佛道广结善缘 你帮助别人 我告诉你 你人缘越好的时候啊 你生意是会越好的 所以福报不一定是钱 人缘 才华 能力 这个都是福报 所以你帮助别人 你应该很高兴的 当然帮助别人要有智慧 所以你看 左手跟右手 他们不会相互计较 为什么 他看到左右手 都是来自同一个身体 好 假如现在你把身体遮出来 那当然右手要跟左手要钱 为什么 因为你的手嘛 跟我没关系 那请问 左手断了 你变一只手 那还算人吗 对不对 不太方便吧 我们人一定要两只手才方便 很多东西要两个手去抬 对不对 你总不能一只手上网 电脑对不对 两只手一定比较快吧 很多东西要两只手 所以我们合掌的时候要两只手 总没有这样子吧 这个怎么叫合掌呢 不会 一定是两只手合掌当凶 所以两只手永远不离开的 所以什么叫与觉性相应 就是菩萨看一切的众生 如自己的父母 菩萨看一切的众生 如自己的家人 菩萨看一切的众生 如自己的儿女 所以他帮助你 他并没有吃亏 他反而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个叫己医 为力众生固 这要好好去想一想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 刚开始 哦好师父说要喂别人 那好可是我习惯喂自己 然后呢每一次 只有一个冰淇淋的时候 就想给他吃呢 还是我吃呢 给他吃呢 我吃 干脆还是我咬一口好了 这是习性 因为你无量节来 你习惯都是先想到自己 现在呢我没有说你不要想自己 但是想自己开始想少一点 开始多想一想爸爸妈妈 想一想你的亲朋好友 想想你的公司主管 想想你的很多很多的联友 刚才也讲到四川大地震 对不对 缅甸灾难 的确 我们天内也很难过 但是那个也是他的业 那四川大地震 你会觉得跟我们很遥远 为什么 因为呢 很不幸说 压死的人不是我家的人嘛 你看你还是分 我家的人没有死 他家的人死 跟我没关系 可是菩萨不是 所有众生啊 听到了他都会很难过 他会想我能不能帮助他 帮他诵经 帮他回向 或是捐款 我有具体的行动 我能够尽心尽力做 我就做 这个叫菩萨摩克萨 各位知道全球暖化现象吗 全球暖化现象 简单地讲就是 这个主题很复杂 就是呢 现在的天气变化越来越 差异温度很大 热的时候非常热 冷的时候非常冷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天过后 这部电影非常好 我要来新加坡之前 我放这部电影 跟我们的干部上课 我亲自做旁白 然后做分组讨论 告诉你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 当然全球暖化现象不是现在 是以前人不爱惜我们的地球 对不对 乱砍树 破坏大自然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灾难 可是现在我们若再不补的话 你无所谓 下一代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孙子啊 他们灾难会更多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说呢 就是灾难来的时候 因为全球暖化 臭氧层被破坏 冰山的融化 结果呢 我告诉你 很多多数都被淹没了 然后我看到一些资料 假如真正呢 按照这个水涨的速度的话 台湾只剩下四分之一耶 住在九楼以上的人才活着 八楼以下通通是在海底 可是尊贵的大宝法王 17次大宝法王 在到美国访问 很多人问他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问到全球暖化现象 那他就举到 那他有问 说若是呢 真正呢 海水淹下来的时候 很抱歉 新加坡也被淹了 你怎么讨都没有用的 大自然的业力跟工业灾难 那假如呢 台湾被淹掉四分之一的时候 大宝法王突然升起了一个悲心 他说那糟糕了 台湾的人民都是岛国 有很多佛教徒 请问他们跑去哪里啊 你看 我听到这访问 我当场我都掉眼泪了 为什么 尊贵的大宝法王 他是想到 那所有的众生怎么办 他不是想说 那我怎么办 了解吗 请问 假如现在我们讲经 突然大地震了 你怎么办 大家往外冲 冲完影 你一个第一句这样 一定打手机 Hello mother how are you Are you still alive 妈妈你还好吗 你活着吗 你看我们第一个都只想到自己的家人 我们会不会想到云云的众生呢 不容易 这个就是什么叫菩萨 什么叫凡夫 它最大的差别 简单地说做结论 就是众生永远就是只想到自己 很自私很自立 计较心 得失心 是非心很重 菩萨呢 慢慢慢慢慢慢 甚至主动的都是想到一切的众生 所以他叫菩萨摩和萨 昨天讲经举玄庄大师 全庄大师 全庄大师从我们中国唐朝到丝绸之路到西天取经 不管各位有没有读过唐山藏的故事 那是后人编的文学 事实上全庄大师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没有孙悟空也没有猪八戒 更没有沙无尽 他就是一个人 对不对 你看他一个人西天取经 要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经过大沙漠 他的怨心都没有死 可是现在呢 我们坐飞机呢 我们还觉得飞机呢 空调呢太不够强了 所以可见 我们这众生的心啊 常常想到自己很多 没有说错 但是这样不够究竟 不够圆满 所以你开始要想到 我做一桩事情 可不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做一扇善事 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这个就是菩萨摩赫萨的发心 发心比你实际行动更重要 当然你有好的发心 又有好的行动 那更好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就要公开赞叹 所有海印古斯的义工 对不对 夏拉班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 他就是有一个菩提心 希望你来闻正法 对不对 大会工作人员 从五点多开始忙啊 等到你讲完经走了 他要打扫场地啊 他都是最早来 也是最晚回去的 最晚睡的是谁 我啊 十二点 那我为什么那么辛苦做呢 因为我心中很欢喜 我心中常常在想 我这辈子学到佛法 能够为众生做什么 我是小学老师 我学过二十年的古汉文 我也学过一点点的英文 我常常在想 这些菩提之良论 现在没有人讲听不懂 二十年以后的呢 这个young generation啊 你跟他讲什么 他是什么都听不懂的 那请问怎么办 良办 承愿再来吧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小朋友都打电动啊 现在小朋友讲话呢 都是很精简的英文 Tomorrow eight o'clock go 明天八点走 他还不讲 Tomorrow at eight o'clock let's go together 他现在不是 Tomorrow eight go 哇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现在下面呢就是这样 小朋友就是打电动 满脑就打电动 我在想 他打电动的时候 不可以设计一下呢 佛教的故事啊 对不对 六道轮回的电动玩具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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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没人要设计 因为这要很大的投资 对不对 好 总而言之就是说 你要常常想 我的念头 是不是常常想到别人多 排队的时候 我也想 我是不是想到 贫穷的人 老年人 或残障人员多 其实你念念 都可以行菩萨道 菩萨道不一定要出钱 是要出你真正的菩提心 请看经文 五十二页第六行 在此中 魏力众生故 己一 善巧 方便 波罗蜜 它是心量没有边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何等的生趣 就不管是六道的轮回众生啊 他长的样子是什么 是什么族群 他都有平等心 他都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以前美国的历史 南北战争的时候 黑人是永远被奴役的 甚至是被残杀的 大家也知道很不幸 希特勒呢就对呢 杀了六百万的犹太人 为什么 他就是人有种族的优劣分别 可是在佛法的角度来讲 一切众生 不管他是有钱的 没钱的 庄严的 不庄严的 漂亮的 不漂亮的 白种人 黑种人 华人 东方人 西方人 通通都有菩提心 通通都有佛性 所以为了菩提固 我们应该要有平等的心 利益众生 这样子你不但能够增长自己的善根 你也可以调伏众生 调伏众生叫做感动对方